欢迎收看12月7号的《彩晶 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微命 首先来看股汇行情 亚太主要股市线路喘息状态 大部分都在窄幅波动 其中大马也不例外 但最终在油气股 消费股 金融组 走挺 医疗手套股下跌的情况之下 微扬了1.04点 全天爆收1622.89点 汇率方面 受汇域调低评级影响 麻痹兑换美元走跌至4.07000令吉 兑换各大货币也走低 总结上周交投数据 外资卖出6亿1552万令吉 散户和本地机构分别买进4亿4256万令吉 以及1亿7296万令吉 接下来要前辈MY单元 面对冠冰疫情冲击的航空业 目前还看不到曙光 但亚航集团首席执行员东尼·菲奈达斯 在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就认为 预期未来6至12个月飞航旅游 可以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因此对于明年展望感到相当乐观 另外 东尼也透露 亚航将继续专注扩展东南亚市场 正在讨论在本区域创立三家新航空公司 并且准备申请大马数码银行执照 针对市场盛传 印度塔塔集团将增持印度亚航的事宜 东尼表示 仍然在评估当中 双方将继续透过数码业务扩展关系 上周才获得交通部延长电子政府服务的 MI1G服务再传出捷报 宣布和安徽 智飞 龙科马 生物制药 有些公司达成了协议 协助后者的冠病疫苗取得大马清真认证 同时也将成为该疫苗 在大马的独家分销商 为期三年 目前这款疫苗将成为 首批在我国卫生部监督之下 进行最终临床试验阶段的疫苗 受此消息带动 MI1G服务的股价盘中一度上涨 30%至20级19线 为2018年5月以来的最高 最终收报1令吉90线 全天走高9线 最后来关注对大马棕油而言的 两个利好消息 联昌研究预测 由于产量减少 11月份的大马棕油库存 预料将会按月下滑2% 或者是按年下跌32%至154万公吨 有望写下自2004年以来 最低的11月库存水平 另外印尼政府宣布 从12月10号起将原棕油的出口税 从每公吨55美元大幅提高至180美元 因此分析员认为 印尼政府的这项措施 将让原本享有出口零关税的大马棕油出口商 获得更大的优势 盈利有望进一步提高 今天才经到此 感谢收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